在該系列的影片當中 我們會逐步模擬 Ben Simus 的整個生涯 他總共必須完成三個條件 例行賽 MVP 獲得總冠軍 一擊 99 評分 到底這位天賦一筆 卻被心裡與生裡摧殘了天才的壯元 我們能否拯救他的生涯呢 耶~~歡迎各位繼續來到我們 Ben Simus 的會話小羊毛室 我是你們的主播公司 沒錯在上次的影片之後的話 我們迅速的就突破了一萬的點閱 非常感謝各位可以繼續喜歡這個系列 所以我在出國之前就盡快再加緊 更新了一起我們的Ben Simus 會話小羊毛室 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續把這支影片的點閱 突破一萬個喜歡囉 好那我們在上次的影片是輸給我們的洛杉磯胡倫隊 但我覺得那場比賽的話算是非戰之最 其實我們在第四節的時候打得非常好 主要是在說我們延長散的時候已經差了六分了 就比較難追回來了 好那在今年的話我有幾個球隊是比較想打的 分別是我們的雷霆隊、金怪隊以及火箭隊 火箭隊那邊有燈砲組合 結果那個時候兩個人都還算是在巔峰時期 那雷霆隊這邊就有Russell Westbrook 以及Paul George 那當然我們金塊隊這邊的話就有 Nerbron James以及Nikola Jokic 那這個組合說實在的 這幾年都沒拿冠軍我也是覺得挺疑惑的 好那麼以時間軸而言最快到達的就是我們的火箭隊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就直接對決火箭隊 那麼在下一集影片之中的話 我再來問各位你們想看我打雷霆隊還是打金塊隊呢 好那我們現在這個戰績可謂是非常之慘烈 那我們現在只拿三勝十一敗 還沒在西區第十五名 那今年或許我們可以再多拿個狀元嘛對不對 那假如今年我們可能拿下像S&Edward 或是Telos Hollywood這些群的話 對於我們來說都是非常優秀的戰力 但可惜就是今年封獻強的人也大概就是那幾個 頂多就是Devon for Sale 但是他應該也需要一段時間之後才會成長起來 而其他人的話老實說都不算是非常頂尖的一個風險戰力 所以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祈禱我們Keldon Johnson能起來 但是呢我們加Keldon Johnson直接陷入冷凍狀態啊 長軍7.1分2.9個籃板0.9次足夠 說實在的不算太差 但他也一個先發小前方來說打的沒有特別好 好那我們現在總共獲得的經驗值的話是 6586點 那其實接著來說的話 我想要升級一個東西叫做我們的貝藍勾射 對我想要把貝藍的所有技巧都給點上去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首先呢我們先把貝藍勾射點到85 好這邊點了9點 好接著的話是把我們這個勾射專家給點上去 點到銀牌啊 這樣應該會比較好近 接著把我們的貝藍壞廣跳投也可以點上去 然後這邊再增加個3點 好那我們現在Ben Sims除了上籃跟灌籃之外的話 還有一個穩定的技巧就是我們的貝藍勾射跟貝藍後籃跳投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 因為貝藍後籃跳投其實這個能力的話 其實是一個對Ben Sims來說是非常簡單又好用的一個技巧 因為大多數對他來說都是打那個控球貨位嘛 那籃下這邊大部分時間都可以隨便勾一顆啊 可能他其實綠點還蠻好抓的 就他守到最高的那一瞬間就直接勾一下 基本上都可以勾進啊 這也是Ben Sims在這個生涯偏出錢的時候 會用到的一個進攻技巧啊 只是後面比較少在用這個勾射就是了 然後貝藍的後籃跳投 後籃跳投的話就是我覺得他偏近一點比較好投啦 他如果像是比方說這樣子 我多跨一步的話就會變得比較難投 對就是太遠的球他是真的勾不太近啊 真的有點難 那等一下的話我們就盡可能多做一些勾手 然後以及近距離的後籃跳投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應該在內線得分上的話 就是有更多的方式可以得分了 好為什麼我特別點這個技巧 各位要知道我今天所對決的拳的話是誰 是Chris Paul 你可以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這個身材呢 是非常矮小大概就183公分啦 所以我應該是可以用勾手 以及貝藍號籃跳的這兩個技巧呢 是直接把Chris Paul給射爛的 好那我們任務完就直接進入到我們今天的比賽之中吧 其實當年火箭隊這個組合沒有拿冠軍 我是真的覺得挺可惜的啦 好不好 哇 Larry Sanders 這球人 彈出聯盟很久很久了吧 我想要他在2019年還有機會可以這個 來到NBA之中啊 OK CP3 謝謝 哇今天開場就用這顆球告訴他 你今天會很難受喔 阿登 接球之後往前 好 最佳防守球員 再回合外線 誒 你要美囉同學 誒 誒 哈登 南下面對David直接創造出一個很大的空間啊 這算是一個往後拉嘛 哇 這球真的很有當年James Harden的一個風範 當年Harden的內切基本上 你要跟我說有人守住嗎 我是覺得很困難 我覺得你應該也Hold不住我的勾手的啊 唉唷 他背身防守居然還行的耶 居然嗎 別擋拆 南下這邊直接打進 這球非常的好啊 這得說一件事情 2K他是一個建模遊戲啊 阿你像 Chris Paul這樣子 182 183的球員 他真的很難受啊 來 布林位置 James Harden 我得說對面這一個 組合呢 真的就是 James Harden跟Chris Paul兩個人在單挑啊 那其他人就只能負責剪籃板 來來來來來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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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來 欸你們走開你們走開 靠腰喔 Jackie Smith你在籃下幹什麼 卡我是不是 老兄咧 Jackie Smith 不是他剛剛是在卡我位 你知道嗎 那真的不太對啊 高調給籃下 謝謝 耶 嗚 勾進去 嗚 嗚 他是不是有病 你換Chris Paul下去啦 要不然你至少換防啦 你真的在叫他去守那個 Fans News他會哭啦 過來幫我做擋拆 收起 來一下 直接給 上去得分 給像這個 速度有無後衛一般的 S&D Chris Paul看起來也是長臂擋局啦 真的hold不住 OK CP3 謝謝 開勾 太神啦 勾射專家 我覺得我可以直接踩雙人包夾嗎 哎呀被他打出一個 空檔啊 其實他造空間的能力是真的很強 說實在 來 AD幫我做擋拆 往這邊 來 走起 直接開罐 好 那這邊的話 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上次的話 我發現 Anthony Davis在做空中介入的時候 都不選擇灌籃 而是選擇上籃 那我後來發現問題了 那是因為 在舊時代的 這個 Anthony Davis 基本上是 沒有這個 格人困籃大師的啊 那我這邊給他 多添加了一個 格人困籃大師的銅牌呢 可以開始做這個灌籃了 那剛才的話 是我們的Anthony Davis 幫我做了一個 後面的 副榜啊 然後我們就直接賞了Chris Paul一個火鍋啊 吃我一劑火鍋 吃我一劑火鍋 欸 中距離跳投 最久打進 漂亮漂亮 來 再做檔菜 史上最強 來Chris Paul 直接給追蹤他的 有個空位選擇出手 追求籃板我呢 雖然我身為後衛不應該 就是直接進籃下搶籃板啦 但我們曾經有個MVP 就選擇這樣做嘛 所以我會選擇這樣做 也不怪嘛 對不對 What 欸 同學 啊怎麼突然間 換訪了 第一節目前為止 八分而滿三助攻啊 那表示我們今天打火箭隊的話 算是挺有成績的啊 我們Nobi 再回Clock 再回Harden 唉唷這邊 AD又是一個火鍋 遮天大帽 喔 教練現在還不想換我下去耶 他想讓我 活活被超死耶 那是Hibdo是不是 哎呀 旁邊有人干擾 但AD籃下 直接 哇 輔籃上去了 好舒服喔 我一定位置Chris Paul 這邊 再回歪一下 他三分球好像還沒有練起來 但Bretton Clark這邊選擇 三分球打進了 哇 這球真的是有配合到啊 不錯不錯 這邊籃下 上去 直接沒問題 我要在我有先的體力之下 把Chris Paul打出洞來啦 我直接選擇GO 沒問題 籃下這邊我的班 先給McGruder McGruder這邊籃下 選擇直接上去 要犯規 我先給你 欸 他媽的阿軍傻 我操你 不是啊 剛剛那球是一個很簡單的戰術啊 你丟好就好啦 這樣都丟不好 到底要切到什麼時候啦 籃下這邊是誰啊 我剛剛那位是Harkless喔 Harkless是不是在最後一年 快點隊之後沒有版權啊 應該是喔 欸欸欸欸欸 背包掩護的同學 來舒豪 這邊一個掌餐之後 籃下給阿軍傻 給我好不好 你腦部咧 你到底想怎樣 同學 看一下這邊 又把球戳掉 不是大哥 就給我 過來 沒問題 剛剛一看就知道 就是可以中洞的機會啊 CV3要跟我打持久戰耶 他不下去 我不下去的 好 持久被他打進 活生被打到沒體力啊 我動都動不了啊 同學 阿軍傻就是他媽的 跟一個木頭人一樣啊 欸 這邊來一下 直接給 我給得漂亮 壓得已經喘不過氣 欸 他直接一個 跨石弓穿越 直接穿越到 對方手上耶 我剛以為他要直接把球給我啊 你不要 你不要再守我了 我球給你你球給你了 好 手上換完下去了 他的難守我啊 那也沒有點 我自己單大 拉開來 來一下這邊直接過來 哎呀上去 直接被桑德森 太好 Wah 直接一個吃我一劑火鍋啊 碗 側 來 給我 打拆 簡簡單單 狠狠切 幹 我剛剛原本是直接2分的啊 幹 嘿嘿 42%我就拔進了 有 綠打 哈嘞真的是把他守到一個7分8速耶 我們再換防 哇 其實我得說 我們替護隊的防守 數一數二好耶 照理來說 這個至少 氣候賽沒什麼大問題啦 來 再夠一下 嗚 來 艾伯斯 欸 喔呦 阿俊莎立大功 籃下想拉草綠 呵呵呵 來 古德 球的籃下 你硬要打嗎 真的嗎 喔呦 居然拿回籃板 阿俊莎抽三分球了 哇 操 哈哈哈哈 哇 太神啦 阿俊莎 欸 抄我耶 剛剛原本想給出他的耶 欸 他媽的 這是駭客戰術啊 我現在意識到啦 來來看一下 欸 不要那麼抖好不好 蛤 阿 阿 阿 不知道為什麼防守球要那麼緊張 不要緊張老兄 好 スマス スマス 來 籃下 就直接掛籃 可以 其實剛剛那一球 投的 也是沒辦法 他已經這個壓死了 Anson Davis 場軍3.3個火鍋 不愧是現在聯盟第一人 而且我記得阿 前一兩年還是我們的MVP 欸 你這邊想直接 Catch and Shoot嗎 哎呦 好狠喔 他現在趁我沒體力啊 趁我病 要我命啊 來 哇 籃下沒體力了 但我這邊應該還是夠的勁了 哇 沒體力就完全不行耶 防一下 防一下 焦點 史密斯 哎呦 靠腰 哇 這是防不勝防啦 第二節現在最後的 5秒鐘 打開之後 Gavis 哎呦 殺小啦 好啦 目前為止 52比48 我稍微訓一下 馬上 回來 好 現在來到下半場啊 體力總算都恢復一些啊 這我可能要在下場比賽裡面 大概了解一下 我現在體力消的 這麼嚴重的原因是因為什麼 會不會是因為 我的防守的那個 徽章沒有點起來啊 就是那個防守 可以不吃那個體力的那個徽章啊 怎麼藍底下居然已經打勁了 Chris Paul 再怎麼說 他今天也是八頭四中啊 他今天對我怨言也是不少 所以說我打拆 籃下直接給 親機重手 我們兩個人就是藍底下 最恐怖的組合啊 好不好 勾起來 勾起來 太舒服啦 呵呵呵 13 丟起來中頭 哇 那一球絕對是有干擾的 但他還是打勁了 這邊再回給MyGrooter 藍底下 Jaius Smith 換方換方 3秒鐘3秒鐘 都不用吹的耶 你老兄都不用吹的耶 他剛才真的是紮營住在藍底下耶 都不用吹的耶 ㄟ 大家不要那麼激鬥 欸 藍底下 A.D 直接灌了 欸 可惡 他動畫出來 但是到一半被卡住了 藍下 剛才那個換防交代不輕啊 Hard底 給我做擋拆 進去那邊 直接灌籃 沒問題 剛才就是想說 Jump Sarden的防籃下的一個能力非常不好啊 所以我乾脆就直接換防 Harden 擋拆之後直接拉3分 啊 這球是直接造成了這個 三法的犯規啊 來 球給MyGrooter 但他這邊身材有劣勢啊 來來 換防換防 再來 Hard底 這邊來 3分 球進 漂亮 Kris Paul 準備給藍底下 A.A.A.上去啦 果然火箭隊 就算有Kris Paul這個洞啊 還是一個非常強大的競爭者 Jump Sarden 給藍下這邊再灌 完了 被他們反超了 過來幫我擋拆 擋完之後直接 給你 灌籃 死亡纏繞 殘到牛他 欸 珠哈爾得 同學 自殺式防守啊 導致Jump Sarden出控擋啊 現在我們還可以 勉強的維持這個啊 分差不會拉太遠的一個局面 但第四節我覺得不好講 直接過來 球給Harkless 再回給TV3 Jump Sarden這邊跑出來戰術 這麼就直接來 完了我們的這個 珠哈爾得的身材 說實在的還是有一點點 會被擋拆擋住的 來 走起 再來 繼續 一擋二 哇 這哈爾得的怪又斜防了 他也都意識到了 哇塞 Harkless 這邊中的手力獸 這球 喔 這不經過打得很好欸 來 進去這邊直接打 勾一下 沒問題沒問題 目前為止今天拿28分 10籃板7助攻啊 繼續打繼續打 來 Jad Smith 外線 空位出手 啊這球3分球沒有進 你本來有機會可以打平3分的 他剛才是怎樣你知道嗎 他是跑出去之後 直接手形轉回來啊 哇剛才這真沒反應過來 他們現在打小球陣欸 Harkless Arnobi 再加上Evans 擋進去打 擋一下進去那邊 過來 可以 哎呦這個超級漂亮 但如果剛才是 給高調的話 或許我們還有機會啊 外線Harkless 做個3分 這球沒打進 還滿我的 全線給舒豪 可以給我 可以 沒問題 可以 Isolation 籃下單打 我們 這邊直接單打進了 那個靈蘇豪啊 Tiler 球給我 進去裡面 再灌 今天或許要得個50分 我們在最後一節才有機會 守得住他嗎 OMG 你們挑這種重裝內線在進去裡面 速度又慢 不是AD早切進去的 就你 那個突然跑在那邊慢慢切 人家狠狠切啊 你慢慢切啊 上去 上去 哎呦 我原本沒想到這球會灌進的 在這個擋拆 直接選擇3分 這球最後是沒打進 好目前為止的話是82比87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 回來 現在我們來到第四節 7分47秒 總算總算啊 我們將這個底數 拉回到了這個 95比94啊 但現在讓我手機用殺子的話 我覺得是個好主意啊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起來 是比較能夠 用身材優勢 守住他的 Evers這邊也沒機會 阿諾比這邊 直接守一守 哪下最窮啊 好啊 這邊原本想要做歐洲步啊 但我覺得不大型啊 哎呀 這邊這個船就漂亮 兩下歐洲步之後直接 哇 翻身船 船在我們家 ADEMS手上 雖然那球看起來是太陽師父 但沒有啊 我這邊要守死你啊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我這球已經完全守住了 來這邊 是那些 進去裡面 歐洲步上岸 得分 沒有問題 LET'S GO 做擋拆 黏爛 哈克勒 來一下勾 被他勾緊 這這沒辦法啦 上去要犯規 最好漂亮 欸其實 剛才可以給那個 右側那邊的 買豬的 40分40分 OMG 欸 AD AD 來 可惜你剛剛如果打進的話 那就是一個 非常精緻的三分打 好可惜 喔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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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恐怖喔 在那邊給我 嘻嘻哈哈在那邊演戲 啊呀 這CP3 超級四野是真的頂尖啦 但我火鍋四野沒有很差好不好 來啦 輕鬆擋拆 呼 他還可以在那邊 大紅車在那邊耍耶 好猛喔 我們怎麼能夠打到現在的情況 就是靠防守 哇 藍底下 這邊這一球 Brandon Clock 這真的是靠5號會 給4號會做擋拆啦 然後打出這麼精彩的進攻啦 唉唷 完了 沒體力啦 你來吧 欸弟 太神啦 救世主 幹我們T5隊沒有你 我們該怎麼辦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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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擋拆真的很靠杯 你再多擋拆 走起 來來下 大三月 唉唷 我藍底下 唉唷 Brandon Clock又是直接來啦 上去 可以 哈登 你在藍底下慢慢看 我在空中飛 嗚 開射耶 What the heck 他剛才球居然打進 唉唷 來中投中投 直接給 漂亮 有囉 十美分金牌 這中投 會進嗎 沒有 拿下漂亮 有囉 呼 唉唷 完蛋 不要合作空檔 欸西藏這球 還沒進 底角 三個球沒進 南底下這邊又有一個火鍋耶 哇原本要被補扣了 轉起來了寶貝 再來 最後比說116比106 我們是以十分之差 贏下本場比賽的勝利啊 我覺得這場比賽我們真的有差點就有輸掉的可能性 但沒有關係啊 我們在後面第四節大概七分多鐘回來之後的話 終於來到平手局面 那這就是我們開始拿下比賽的關鍵時刻啦 今天燈泡組合連合加起來拿下了55分 6籃板 19助攻 古超級的表現啊 其實說實在表現是真的不錯啊 當然可以看到我們 但是可以看到我們 脖口部就問你 今天我們的雙人組合拿下了82分 31個籃板 外帶14個助攻 那雖然我的失誤多了一點啊 這個我得承認 但是呢我們兩個人的命中率是相當高的呀 那分場比賽我們就拿下了1572點的經驗值 那接著我想要繼續把我的勾手給點上去啊 這邊多點了個3點 那剩下點數的話我給他點在這個橫向敏捷度吧 在這邊再多增加個1點 那現在Ban Simus的背籃勾手呢 基本上已經進化了跟SN Davis已經沒有差太多了 我覺得這是個非常好的事情 那甚至呢我的徽章還比SN Davis多了十幾個耶 哇那我覺得我們未來是真的可以期待好不好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也感謝各位記得收看 那如果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請多幫我點下一個喜歡 並且呢盡可能讓這個點閱率可以到達1萬點以上 甚至呢希望可以到1萬5 那接下來在這段期間的文化我在日本旅遊5天 那最近幾天的話更新頻率會比較降低一點 也希望各位可以多多包容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